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宏观热点 唐湘龙认为2023年大陆对台政策将口头变软 拳头变硬 台当局炮制港澳居民久不得禁令 遭舆论强烈批评 新党发起反延长兵役投票 新党主席吴承典认为延长兵役形同提油救火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最近 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台海战备警循 反击美台勾连 据台媒报道 2023年元旦前后 解放军有多批次战机飞越所谓海峡中线 台媒称 这是解放军战机史无前例迫进台湾空域 此外 东部战区5号表示 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台湾海峡行动全程跟肩警戒 请看详细报道 台防务部门称 2022年12月31号60至2023年1月1号60 分别有四架次歼10 四架次歼16及四架次歼11 在台湾岛东北部空域活动 军机的飞行轨迹图也与台媒报道吻合 有岛内军事专家称 若解放军军机开始常态性在所谓海峡中线靠近台湾一侧实质训练 台空军如何因应处置是严重考验 现在台军在台湾北部的防空部署战略明显是错误的 有弹无机根本来不及拦截 据外媒统计 2022年解放军共派出1727架次军机 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 而在2021年这个数字是960架次 2020年则是380架次 统计称 战机架次从2021年的538架 暴增到2022年的1241架 轰-6等轰炸机飞入次数也从60架次增至101架次 此外 解放军在2022年还首都派遣无人机飞入台海周边空域 其中有71次都是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 台军前参谋总长李喜明称 大陆方面是想要表现决心和意志 威慑美国不要离红线太近 也不要越过红线 1月5号 美中云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肩警戒 一切动向尽在掌握 此前 国防部曾强调 解放军的军事行动针对的就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哪里有熟点望足分裂国家的行径 哪里就会有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 解放军一切动向近在掌握 民进党武力抗拒不过躺壁当车 文章认为 最近民进党当局借台美炒作所谓解放军战机 史无前例破禁台湾的消息 而美舰也借过航台湾海峡时公开炒作 意图指控大陆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事实上 大陆对台政策明确而坚定 我们希望台海维持和平稳定 鼓励和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但同时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开展反分裂 反干涉重大斗争 坚定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 美国政府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力量 民进党当局更应当清醒认识到 针对乙武谋独和美台勾连行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会坚决出手 民进党当局想要乙武巨统 只不过是躺壁当车罢了 本期宏观热点邀请到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唐湘龙表示 2023年大陆对台政策将口头变软拳头变硬 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我是刘洪 有外媒披露 在蔡英文宣布延长兵役之前 美军代表团曾低调访台 而在宣布延长兵役之后 美国随即宣布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 美台勾连日益变稳加厉 将对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2023年的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下面我们来连线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听听他的解读 唐湘龙老师您好 刘洪文好 近段时期 美国插手台湾地区事务的举动日益频繁 蔡英文当局也是极力配合 对此您怎么看呢 那么您认为 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将对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美国在介入台湾 或者美国在掌控台湾这件事情上面 我想没有任何好怀疑的 那美国就是这样子做 那美国这个国家 它长时间是一个需要战争的国家 只有美国这个国家是 如果没有战争 这个国家会出问题 这个国家会活不下去 所以我常常说 美国对战争的理解很简单 就是它需要战争 但是战争不能在自己家里 所以它会在世界各地 去制造战争 制造冲突 制造地缘的冲突 那美国现在就是透过军售的方式 要把台湾打扮成一只孤单的刺猬 它也在告诉你 你从俄乌战争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不管乌克兰怎么打 美军是不会进来的 因此乌克兰的战争 让台湾的独派团体 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就是过去独派的团体 经常会去蛊惑台湾的老百姓 让台湾的老百姓悟性 如果两岸发生冲突 美军会进来 会进来到台湾在战场上面 跟台湾的军方并肩作战 没有那个可能性 这次台湾的老百姓终于看看懂了 不可能 相反的解放军的军演 现在都已经到了台湾的东部 东部的外海 甚至于已经到了菲律宾海 最近你看到的当辽宁舰的舰队群 已经到了关岛的外头 这种的部署的方式 他为什么要到关岛的外头 是像去美国示威吗 不 他是在告诉美国 如果台海有事的时候 那解放军是有能力 把整个的 就是说对美军的介入 对美国的介入 是可以阻绝美国的力量 在关岛 在第二岛岛链 你能进第一岛链的机会 都不会有 对因为美国的操作的关系 在佩洛西落地了之后 台海的军事紧张的全面升高 不只是美国 不只是台湾 你会发现包括日本 都非常的紧张了 包括菲律宾都非常的紧张了 所以2022年 其实是台海周围的军事紧张的 全面升高的一年 如果要简单讲 就就是美国呢 在台海问题的操作上面 投机不着18米 好的 那么您对2023年 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 有怎样的判断呢 因为2023年 毕竟还是蔡英文在的主政 虽然我们看到 开春之后的元旦的讲话 那两岸的领导人 一般的从他们的讲话 那有关于台湾国问题 就只谈了两岸一家亲 然后呢希望呢能够呢 两岸呢能够呢持续的保持的交流互动 就是那个呢 和平统一的合同的调子 大概都还是在的 蔡英文方面呢 也把调子放缓了 大家也看到了 除了觉得战战争呢 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所以两岸的领导阶层在2023年 我觉得都在做损害控制 不要让两岸的政治对话更糟糕 不过这跟军事上面是两回事情 军事上面 我认为虽然大陆的口头变软了 可是拳头变硬了 口头变软 拳头变硬 因为 你从开春之后 解放军对于台海当面的演习的压迫感 却到了空前的阶段 我相信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 大陆方面 解放军对台海的军演 不只是防空试识识别区 已经被否定了 海峡中线被否定了 史无前例的 他已经进到了台湾的禁航区里面 所以2023年 我认为政治的调子会比较软 但是呢 军事上面的挤压会变得更强烈 因此 口头变软 拳头变硬 会是在2023年之后 到2024年 台湾领导人选举之前的时候呢 大陆呢 对台政策的主要的调子 在这个调子下面 民进党要如何去回应 我认为调子 调门不会太高 不会太硬 但是也不会有太多的突破 大家不要太乐观 但是也不要太悲观 近日 民进党当局出入境主管部门 突然发布港澳居民 不得从事活动一栏表 列出九项港澳居民在台湾不得从事的活动 虽然事后台湾方面已撤回公告 但仍引发巨大争议和强烈批评 请改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这份公告1月3号出现在民进党当局出入境主管部门网站上 禁止赴台的港澳居民从事的九项活动包括 不得参加选举造势活动或助选活动 不得参加游行 抗争 演说等政治性公众活动 不得进入军事防务地区 不得进入重要实验室 生物科技 研发或其他重要单位 不得到各军事基地要塞堡垒窥视 拍照或摄影 不得从事违反社会良俗或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不得未经许可从事工作 包括模特作秀或短期契约工 不得接受媒体邀请 上电视广播节目发表意见 不得违反其他有明确规范的行为等 该公告挂出后引发巨大争议 香港民间联立法会议员陈勇表示 不少台湾政客在香港修理风波期间声援暴徒 却对前往台湾发展的港人进行诸多限制 如今又出台所谓久不得政策 是将港人视为炮灰 为达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他希望香港市民擦亮双眼 避免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任傅建慈认为 民进党当局炮制久不得措施引起批评后 又赶忙下架 是做贼心虚 显然发现此举缺乏法律基础 事实和理据支持 更不符合人权的普遍标准 台陆委会对此回应称 相关公告属物质 已移除该页面 岛居民若短期赴台 不得从事的非法活动 目前仍在讨论中 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近期宣布 从2024年1月1号起 台湾地区义务兵役将延长为一年 2005年后出生的台湾青年都将受到影响 对此 新党5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发起所谓公投反制 坚决反对这项政策 请看详细报道 新党发起的所谓公投主文为 您是否同意废止2022年12月29号 台防务部门宣布将2005年以后出生之 一龄男子义务役一期延长为一年之公告 新党在记者会上表示 延长义务兵役不仅对台湾青年未来的求学 就业造成严重冲击 更意味着民进党当局决定继续用对抗 而非对话的方式面对两岸分歧 这对台湾而言将是一场悲剧 因为台湾将可能沦为战场 况且民进党当局如今提出延长兵役的理由 与过往他们自己的论述完全不符 自我打脸难以负重 新党主席吴成点表示 这完全是配合美国要求 在岛内并无需求 且兵役延长意味着战争 此刻两岸兵凶战危 延长兵役形同提油救火 吴成点认为 兵役延长政策会打击经济竞争力 蔡英文只剩一年任期 无权为民众决定 吴成点强调 应该通过所谓公投方式 让岛内民众决定是否要延长兵役 不是蔡英文决定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